虽为身亡 文笔中却道尽了俗世凡仙的情和爱 他就是西藏最传奇的人物之一 蒼央家措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署名蒼央家措的诗 其实都是后人写的 像那首最好不相见 如此便可不相恋 最好不相知 如此便可不相思 其实蒼央家措只写过这四句 你听到的其他几句都是后人仿作 但不得不说真的很贴欠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些年 被我们心甘情愿所误读的蒼央家措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来我的怀里 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漠然相爱寂静欢喜 石器亚这首诗是出自于扎西拉姆多多之首 那是我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畏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这首诗其实是出自于著名歌手朱泽秦歌曲里的歌词 还有我问佛 为何不给所有的女子避悦修花的容颜 佛爷那只是昙花一现用来蒙蔽世俗的眼 这一段的由来 出自于世间安德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清 是当时藏文意为汉字的时候 翻译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象 创作所得 这个翻译 绝了 其实 我更喜欢这些改编过的版本 文字唯美的令人发指 並不是 参考不负清 ud Kash ik it 之 so 语 盯